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前两周的时间 我要谈两个课题 那么第一个课题 就是哲学是什么 第二个课题是哲学为什么 这个为是四身为 不是为什么 如果是哲学为什么 那跟哲学是什么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要谈的有三个部分 一直到下周 第一个我们要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的大纲 也就是大部分的同学 手上所拿到的这个 syllabus 然后我们要谈哲学是什么这个课题 最后我们要谈哲学为什么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 syllabus上面所写的上课时间就是现在 你们现在人都在这个地方了 教室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的这个教学助理 就是发讲义给大家的陈慧芬小姐 那她是台大哲学系硕士班的研究生 如果你刚刚没有看清楚她的话 现在我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这是我跟她的合照 那么我们在 她从大学学习论文就是找我写的 那么她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课 所以她对我的课程其实非常熟悉 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 那么所以当然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我的研究助理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教材 从就是我之前教了很多年的哲学概论 那么从去年开始 我该使用了一本英文书 早先我其实用的是这个中文书 那么这本教材呢 是这个Scott Samuelson 他所写的 那么他的这个书名呢 叫做The Deepest Human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所以如果直接的照字面来看的话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 最深刻的最深层的人的生命 然后副标题才是这个哲学概论 这个对于每一个人的哲学概论 那么这个作者 Scott Samuelson 是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社区的学院的哲学教师 他非常年轻 然后这个是书的这个封面 然后这个是Scott Samuelson 这个2015年的时候的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学者 那他在这个社区大学教书 那么这个社区大学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是医疗人员 那我这门课呢 因为是一半的医学系的同学 跟一半的这个全校其他各科系的同学 那么他所举的例子 大部分都跟医疗有关 所以我就采用了这本书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本书 或者说Samuelson 这个个人认为 哲学应该是要有用的 我今天这个要谈的 这个哲学为什么 就要谈谈哲学有什么用 因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 或者哲学系的老师也一样 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哲学是什么 就是常常被问到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哲学有什么用 那么这个哲学有什么用 大概就是我在问哲学为什么的时候 这个所要谈的的一个问题 那他认为哲学是应该要有用的 哲学应该要跟我们的人的这个活着 问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 这个人生的幸福等等 这样的课题要关联在一起 我觉得他会跟我们的生活更为切身 而不是像某些哲学教科书 可能这个完全就是只谈理论 然后看起来好像跟我的生活是脱节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底下 我会觉得 Scott Simpson这样的教科书 会更适合非哲学系的 那么作为通识课程的一本教科书 好那么这本书呢 事实上有中义本 有中义本 它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 那么它不但有繁体制的中义本 而且也有简体制的中义本 那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们把它翻成 这个繁体制的中义本把它翻成叫 在生命最深处预见哲学 可以看到 The deepest human life 其实没有任何的预见 但是在这个大陆的这个简体制里面 它也是在心灵最深处 一样的是翻译成预见哲学 那么这些呢都把它视为是一本通俗的 这个哲学的书 那么所以我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这个哲学概论的教科书 那么这本书呢 我在上个学期就请这个苏林书店进了这个书 所以各位可以在那边这个购买到 好那么在Sillips的下面接着就谈到了我们这学期要谈的东西 那么这本书里面事实上有这个四个部分 事实上有四个部分 那么在去年我第一次开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每一部分都讲 但是这门课只有一学期两个学分 时间非常的短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变成每一个部分都谈了一点 蜻蜓点水 这个浮光掠影一番 然后就跳到下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讲是很不过瘾的 或者在某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很不哲学的 因为哲学有一种特质 这种特质就是不断的深入问题 然后不断的探究 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如果只是谈个表面 那事实上就只是日常生活谈一谈而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考虑这学期要怎么上这门课 我决定就是比较仔细的比较深入的谈 但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就会影响到后面 后面就谈不了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只会上到这本书的前面两个部分 也就是一半的这个范围 如果我们这门课是一学年的课那就好办了 下个学期我们就谈第三部分第四部分 但是事实上即使他谈这四个部分 谈哲学是什么幸福是什么 这个上帝的存在的问题或者善与恶的问题 那也只是哲学的领域里面 各式各样的课题里面的其中的四个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这门课事实上所谈的是历史性的 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哲学问题 而哲学家是这样子的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事实上也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全部讲完 因为全部讲完也并不穷尽所有的哲学问题 所以我们还不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讨论其中的一部分 并且能够像一般的哲学问题的讨论那样 比较深入的去探讨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底下 我因此就仔细的 就是当你读过它 就仿佛你已经把它烧过了一样 这个巨细米移 然后没有什么东西是没读懂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宁愿把这个篇幅这个缩小为一半 那么另外一半呢 事实上当你比较熟悉的这个哲学的文本的阅读以后 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自己读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我的课程纲要里面 这个这是我把它分成几个头影片 那整个课程纲要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事实上是在中间的部分 也就是从第六周一直到第十一周的部分 为什么这个部分最重要呢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谈苏格拉底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第二章的标题 叫做哲学作为苏格拉底的肖像 他换句话说 他用苏格拉底来作为哲学的一个典范 然后来谈谈哲学的肖像 哲学的样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 如果我们拿苏格拉底来作为一个例子的话 他会是长什么样子 他会长什么样子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 那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这个所分的节词有一些标题 那么前面呢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标题 我只能够这样写第一部分第一章 然后第一节后面并没有标题 他就一个新信号就把它隔开了 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在第一章的部分是这样 那到了这个第二章的部分 他那个节词是有他的标题的 虽然那个标题还未必看得出来 他是在写什么 比如说他说 You got to serve somebody 你总得站在某一边 这其实是一首歌的歌词 一首歌的歌词 那么那我把这些节词里面 所谈到的内容 所牵涉到的对话录 也写在这里 换句话说你在目录里面你其实看不到 这个是一个老师 他知道这里面在谈些什么东西 那么他们其实就是牵涉到 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一些记录 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四个对话录 一个是Yusufo 这个Yusufo是苏格拉底要被雅典的法院所审判 那他要去出庭的时候 他在那边等出庭 然后他跟一个名字就叫Yusufo的人的谈话 这个所叙述的是这个过程 那么接着就是他进到法庭 那雅典的法庭呢其实是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是审判官 都是法官 不是一个法官或三个法官像何义廷那样 而是一群人 整个一群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一个像竞技场那么大的地方 然后来审判这个站在中间的苏格拉底 那苏格拉底必须要为自己做辩护 那么这个为自己做辩护呢 我们就是英文的apology 我们简单的把它翻成叫自辩 或者就是自我辩护 或者是为自己辩护 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 所以一个人只能为自己辩护 没有办法请别人帮他辩护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书里面给了他比较多的内容 用两节来谈 那么这个标题叫做神域与精灵 这个精灵呢 他用的是希腊文的这个demonia 在英文常常被翻成demon 就变恶魔 对不对 变恶魔 但是苏格拉底其实谈的是在他的内心当中 有一个精灵 有一个神在对他说话 在对他说话 那么后来基督宗教进入了西方的世界 他们把希腊用来称这个神的这个字 把它视为是异教 所以就变成了恶魔 然后基督教自己的神就God 就神 就变成有一个对抗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只是回复到希腊文 它原始的意义 所以我不把它翻成精灵 你如果用刚刚我提到的那两本综艺本 他们都把它翻成什么魔鬼或恶魔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就是说我跟你说这本书是有综艺本的 但是我并不建议你使用这个综艺本 因为翻译的人都不是学哲学的 然后他们基本上是按照着他们的英文的尝试去翻译的 所以很多地方你可能不见得能够读懂 那么我特别是觉得 就是在台湾 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通俗的哲学书 都是用这个 都是这是一般的英文系 外文系的学生翻译的 那么这些翻译我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如果他受过比较好的哲学训练的话 那么他可以去掌握到 这个书里面哲学的论点那个argument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就是我看到的很多通俗的哲学书 都未必能够做到这样 未必能够做到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够读英文的话 我会觉得读英文是比较合适的 好这个是我们的 syllabus上面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apology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quitto 那么这个quitto就是在自变那里 苏格拉底被判刑了 然后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那么quitto来探望他 苏格拉底跟quitto的这个对话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叙述苏格拉底的 事实上都是柏拉图所写的 我们称之为叫柏拉图对话录 我们称之为叫柏拉图对话录 那么这些对话录里面 绝大部分除了像自变这样的对话录之外 他们的名称都是谁跟苏格拉底对话 然后就用那个人的名字来作为这个对话录的名称 所以usifal是这样 quitto也是这样 那么最后一个对话录 Fedo也是如此 他其实就是Fedo跟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 那么Fedo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就是苏格拉底猝死的时间到了 那么当时的猝死并不是砍头 或者是把他吊死 而是给他毒药 然后让他喝了毒药之后就死掉了 那么Fedo所叙述的就是苏格拉底喝毒药的一个过程 他在喝毒药的时候还堪堪 继续地堪堪耳谈 这个人谈哲学 一直到死前还在继续地谈哲学 那么所以他里面就牵涉到四个对话录 那么这四个对话录等于是苏格拉底晚年的时候 苏格拉底共活了72岁 那么他晚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哲学人 他的一个模样 所以这个标题叫做哲学作为苏格拉底的肖像 这个是我觉得是在我们这学期里面 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前面的部分呢当然也可以谈一谈 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是尼尼尼是谁呢 就是任何读这本书的人读者 那么尼尼作为奥德修斯的肖像 奥德修斯呢就是河马的这个作品 他的这个史诗伊利亚的奥迪赛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 那么特别是奥迪赛 其实奥迪赛的意思就是奥德修斯之行的意思 在这个词类的变化里面 所以奥迪赛这个史诗叙述的就是 当这个战争结束了之后奥德修斯要回故乡 可是他的故乡非常的遥远 那么他因此他必须搭船 然后经历很多很多的冒险泛滥 遭遇到很多的怪物 以及天灾风暴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因而奥德修斯呢 他的整个的生他整个的故事 就是奥迪赛这个故事主要的就是一个过程 叙述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的结尾是什么 就是他回到了家 那么现在我们在寻追求哲学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也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因此就把读者们 对哲学有兴趣的读者们 比喻做像是奥德修斯一样 现在是一个寻求的过程 那么对于奥德修斯来讲是一个回家的过程 对于你来讲 也许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个回家的过程 因为哲学就是要帮助你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搞清楚你自己 一个人出生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是不了解的 他睁开眼睛所看到的都先是外在的世界 然后他对外在的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但是他对自己的了解一点都没有 太多 那么他必须要渐渐的在他生长的过程当中 跟别人接触 跟别人交往 然后选择自己喜欢上的课程 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 这样的过程他才开始去认识到他自己 那么所以他在这里面就把你作为奥德修 你跟奥德修斯做了一个类比 那么他现在问的就是 你的肖像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肖像 这样的一个寻求要回到自我认识自我的人 会是一个长什么样子的人 这是第一周 第一章他所要谈的课题 那么第二章就拿苏格拉底来当例子 来谈这个哲学的肖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肖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都是历史性的 你其实也只是一个寻求哲学的人 未必跟其他的人一样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苏格拉底也只是一个哲学家 虽然我们称他叫做哲学之父 但是其他的哲学家未必跟苏格拉底一样 亚里斯多德曾经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 他说 无爱无师但无更爱真理 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 这个话其实显示的是什么 是他跟柏拉图之间的不同 因为柏拉图是他的老师 就像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一样 但是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之间 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在 而且亚里斯多德是忠心的喜欢他的老师 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柏拉图的 他的这个形上学里面的一个最根本的想法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可以了解到每一个哲学家事实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是只是拿其中的一个哲学家来作为一个历史 如果你成为一个哲学家 你也会有你是你作为这个哲学家的样子 那么在第一部分谈完之后 他的四个部分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部分有两章 在两章之后都会有一个interview 我把它翻成叫插入文 那么那个interview是以一种比较散文性的方式来书写 那么在第一部分后面的一个插入文是谈笑与泪 lifter and tears 笑与泪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个人生的 他其实谈我们人生当中有悲有喜 那么他要谈谈这个悲跟喜 这个interview呢 因而就是作为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之间的一个转折 一个桥梁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谈的是什么 就是幸福的问题 什么是幸福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他谈到的主要的两章 第三章跟第四章 分别就是在希腊的晚期 我们称之为叫希腊化时期 也就是英文的hellenism 那么hellen这个念起来像海伦的这个字 事实上就是希腊 你知道希腊的这个 就是如果你用英文称希腊叫greek greece 可是我们并不把它称作为希腊 希腊叫做什么格里斯 并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叫希腊 为什么 因为希腊人称自己叫做helas 那么这个helas因此就被中文翻译 称叫希腊 那么由helas而来的hellenism 就是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事实上是希腊已经灭亡了以后 亚历三大大帝呢 把希腊的这些城邦都灭掉 然后统一起来 变成了一个跨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大帝国 那么就是马其顿帝国 但马其顿帝国的历史并不长 那么这个时候哲学的思想还继续延续着 那么从马其顿帝国 一直到罗马帝国这段时间 那么在这时候已经没有苏格拉底布拉图 亚历斯多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哲学流派 那么除了这个怀疑主义之外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伊比丘鲁鲁学派跟斯多噶学派 那么所以在谈幸福的这个部分 那他就拿伊比丘鲁学派跟斯多噶学派来谈 那后面一样的有一个插入文 谈葡萄酒跟脚踏车 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这个时候 这个喝得不太久 这个骑着脚踏车在河边兜风 那么这个是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事实上就要谈到在伊比丘鲁跟斯多噶那边 他们对于幸福的看法 那么这个那就是我们这整个学期要谈的东西 所以内容并不很多 那么大概只有我们就是所使用的这本书 不到一半的篇幅 所以我很希望你因此能够什么 读这本书的英文本 因为我不会一下子叫你要读个十页二十页 这个那么多 那既然篇幅不多 我觉得你就可以慢慢的这个阅读它 享受一个细细的思考哲学问题的那样的一个时光 这个是有关于我们这门课 这学期这个所要谈的东西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我使用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当然要对它做一点这个介绍 事实上这本书虽然看起来谈的是四个课题 但是它的内容有一个哲学史的脉络在 有一个哲学史的脉络在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我们在那个第一部分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谈到什么 谈到这个苏格拉底 谈到柏拉图 那个因为这个苏格拉底跟柏拉图是很难分的 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有任何的著作 对不对 孔子恕而不作 这个苏格拉底 这个不恕也不作 什么都不做 他做的事情就是在雅典的广场跟人家聊天 谈哲学 然后被抓去审判 最后被判了死刑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他的这个生活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谈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 那他没有写任何的内容 他没有写任何的内容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写他 那么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柏拉图的著作 事实上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你读柏拉图的著作的时候 这究竟是柏拉图的思想 还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呢 不太确定 对不对 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什么 是柏拉图自己编的 瞎掰的 但是也有可能他叙述的就是真实的苏格拉底 所讲的话 那么在传统上 我们大致上会认为年轻的时候的柏拉图 当他还没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 他所写的苏格拉底 就是我们在投影片上面看到的这些 Yucifal, Apology, Crypto 跟 Phaedo 这些对话录 大概比较是苏格拉底的思想 等到晚期的柏拉图 那时候苏格拉底已经死了 然后柏拉图有自己的著作 有自己的思想 他用他自己的思想来写苏格拉底 那个时候的苏格拉底 其实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 而且他越晚年的时候写的苏格拉底越年轻 柏拉图其实没有看过年轻的苏格拉底 所以他越晚期的这个著作 那么越有可能是柏拉图自己本人的思想 这个是有关于苏格拉底跟柏拉图 那么我们说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的内容里面 我们会谈到很多苏格拉底跟柏拉图 然后到了这个第二部分 我们就进入到希腊灭亡了以后的马其顿帝国 罗马帝国那个时期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从希腊一直到罗马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第三部分谈到神的问题上帝的问题 那么他用到的内容基本上是中世纪时候的基督宗教 以及回教以及神秘主义等等的思想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第四部分谈善与恶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他所用到的是这个现代哲学的问题 里面谈到康德拉等等 所以那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个哲学史的脉络在的 但很可惜我没办法把它从头到尾的讲完 因为讲完之后你不但把这个哲学概念上过一次 你也等于把西方的哲学史也给这个上过一次了 但毕竟这只是一个一学期两学分的课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篇幅里面 就是看看哲学是怎么样展开的 好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参考书末 你可以查阅这个本校的课程网页 那么各位是修课的同学就能够进入到这个 学校的这个SIPA的网页里面去 在那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在那里面 特别是在part 1的部分 我把那些参考书末列了part 1,part 2,part 3,part 4 那么在part 1的部分有几本书 那么都跟这个有关 那么第一本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家他所写的 那在中文我都找中文书了我想说你教科书已经用英文书了 所以在参考书末的部分我只就有中文译本的这个列给大家 因为你只是要参考 那么他被翻成叫给七年的幸福人生书 其实他是一本哲学概论 他其实是一本哲学概论 或者更好说是一本哲学史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第二本 英国的这个爱伦迪波顿 他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赏文作家 那么他所写的哲学的位界 这个书的内容跟我们的第二部分比较相关 那第三本书呢 是如果你遇见我的朋友苏格拉底 他其实谈的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苏格拉底的那几本对话录 他现在把它重新的改写 那么最后一本呢 则是苏林本身所出版的这个苏格拉底之史柏拉图作品选意 因为他所选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苏格拉底 这个史前这个柏拉图对他的描述 所以就是我们所谈到的那几个对话录 这个是关于参考书目的part 1的部分 那其他的参考书目我就不多谈了 那么在syllabus的最后面 谈到这门课的成绩评量 那一个是上课表现 这么多人我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上课表现 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注意哪一个同学在打课税 或者哪一个同学正在用线上的软体在聊天 或者什么的 所以大概就是按照这个点名的成绩 那么我们一学期会有三次的点名 不多不少三次 三次点完就不会再点了 那我就用那三次的点名的成绩 作为你的上课表现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助教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助教 对不对 他所给大家的作业占20% 那么第三个是期同考试也是占20% 然后最后 这个期末考试他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因为你毕竟已经学过了一整个学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有一点哲学的功力了 所以我把40%的这个比例 放在期末考试上面 那么这上课表现的部分 我刚刚已经说了主要依据的就是上课的初缺席状况 那作业呢 我就是直接不管助教给你多少个作业 我直接请他给我一个总分 那我就用这个总分来做为你的作业的成绩 那么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 我们的考试都会是采取open book的考试 都会采取open book的考试 那么这个open book所可以open的books 并不限于你的教科书或者是综艺本 你可以把图书馆的所有的哲学书都搬过来 如果你能够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面open多少的book 你就尽量做吧 但是通常一个老师会使用这个open book examination 大概它就是让你知道开书没什么用 你必须要经历你自己的思考 那其实会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成绩评量的部分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因此我就简单的介绍完了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关于这个 syllabus的部分 大致上是这样 那么在场的同学 有些人还没有拿到这个 syllabus 我会再去印一些下个礼拜 如果有人还没有的话 我会再给他 那么我们接着就要进入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哲学是什么的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课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哲学的课题 当你问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因为只有哲学会不断的问什么东西是什么 就像小孩子的那种询问一样 那么就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想分成两方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只就中文的哲学一词而言的话 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 哲学呢并不像其他的学科一样 没有办法忘文生意的 就知道他是在干什么的学科 这个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么我这样说的时候 那我要讲的就是像台大哲学 台大的台湾大学有11个学院 那每一个学院我都列了一个科系 都列了一个科系 那我们文学院我列我们哲学系隔壁的人类系 因为人类系跟哲学系是难兄难弟 这两个科系现在不在台大的总区 而在水源校区 那很久很久以前 其实我们也是在总区的 而且就在校门口 那时候有所谓的洞洞馆 那东区馆一共有三栋 拆掉了两栋 一栋是哲学系管 一栋是人类系管 所以哲学系跟人类系就只好搬出去 然后在原来的这两栋的这个位置上面 开始盖起了这个人文大楼 那人文大楼各位现在进到校门 应该都看得到 他现在正在这个盖当中 那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其实已经搬出去快要十年了 那么一直都回不来 所以我每次要来总区上课 我都得走很远 保证走得比你还远 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 除非你是在这个 这个不在这个台大的这个main campus里面 否则这个从水泳校区到这边当然要来得更远 那所有的这些科系呢 我把它名称 就是每一个学院列一个名称 台大有11个学院 我怎么知道台大有11个学院 就是每一次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然后坐在台下 那你会看到不同的学院他们穿的这个 学士袍 硕士袍 博士袍 颜色不一样 比如说文学院都是穿白色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红橙黄绿蓝定直 7个颜色都还不够 对不对 因为有11个学院 所以还有什么灰色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颜色在 那么总共就要构成11个学院11种颜色 那么在每个学院里面我列了一个科系 这些科系呢 几乎都可以直接的从它的名称 就大概知道它在干嘛 比如说人类学系到底在干嘛 研究人类啊 那么数学系在研究什么 数啊 number 政治学系在研究什么 政治啊 财务金融学系在研究什么 财务金融啊 法律学系在研究什么 法律啊 以及等等 所以名称就已经告诉你 这个科系是在做什么的 那大概就不需要去问它是干嘛的 但是哲学这个词呢 就不是这样 它不像其他的学科 你没办法说哲学在研究什么 我说哲学就在研究者啊 你说啊 什么是者 对不对 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在 什么东西是者啊 对不对 所以显然的 它的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让你这个摸不着头绪 这是一个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可是我要谈的就是说 许多的词汇 它由字本身望文生意其实都不可解 那么我举个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哲学里面的形上学 形上学呢 它的英文叫做metaphysics 那么这个metaphysics这个词其实是由meta跟physics 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的 结合起来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字的出现啊 牵涉到亚里斯多德的作品 亚里斯多德死了以后 他的这些作品呢 经过他的地址以及再传地址 后来才开始整理他 然后当他们整理的时候 有些这个他的这个作品 很容易的就看出亚里斯多德是在写什么 比如说物理学 那就知道这个就是物理学 那么或者动物学 就知道这个是里面都在谈动物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诗学里面都在谈诗 那么我们现在称亚里斯多德叫学问之父 不是哲学之父 对不对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苏格拉底是哲学之父 可是亚里斯多德是学问之父 你可以几乎可以说所有的西方的古典的学科 都是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建立起来的 我说的古典的学科就是 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了以后 然后所有的学科分工 然后再加上大众传播 在这样商业的发展 所产生的这些学科像什么企业管理啦 对不对 新闻啦 什么这些 如果我们不管现代的学科 那么你可以说古典的那些学科 几乎都在亚里斯多德的手里建立起来 那他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标题 所以学生们在整理他的时候 分别的给他加上标题 所以我们就看到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 亚里斯多德的逻辑 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 亚里斯多德的动物学 亚里斯多德对于风的看法 对于空气的看法 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么在那里面呢学生们读到了一个非常艰深的学问 很难理解 然后呢不知道要给他什么名称 不知道给什么名称 不知道给他什么名称呢 现在总要是什么 就是暂时的给他加一个名称 那刚好呢这个手稿是摆在物理学的后面 摆在物理学的后面 那meta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后面的意思 所以他们说就暂时称他在物理学的后面吧 实在不知道这个学科 就是这么难的这个学科要称什么学 所以就给他的这个metaphysics这个名字 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叫行上学的 那么就是这样来的 那所以我觉得行上学这个词很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文里面叫做上行上学 对不对 是这个出自译传里面所说的 这个行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气 那气很容易理解 气就是什么东西 环是行而下的那都是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在他们的上面有一个主导他们的 让他们生成以及让他们产生变化的缘由 那是叫做行而上者 然后他把这个行而上者称之为叫做道 那么所以行上学其实等于 类似像中国哲学里面所讲的道学 道学 因为他讲的就是道理 道理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在西方呢 他变成了什么 是物理的后面的学问 那后面也有一个道理在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事物 然后那个事物的表面是现象 那现象的后面背后 是什么样的道理 这个就叫做metaphysics 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讲 他就是亚里斯多德的这个门人 把这个这门科目称之为叫metaphysics 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在 虽然当时其实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 纯粹就是不知道怎么给他什么名称 所以呢就在他的后面称这个加了一个这个meta 就像英文的after一样 是在物理的后面的学问 这个是关于metaphysics 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 你就知道metaphysics这个字没有办法望文生意的说 因为我懂希腊文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学科是在干嘛 因为他当时产生世上有他的偶然的因素 有的偶然的因素 这是我所举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是哥德式 这个就是哥德式的建筑 叫gothic cathedral 那么这个是中世纪时候的大教堂 他们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高 而且他的整个的外形非常的繁复 几乎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把它给画出来 不像希腊或者是罗马的建筑 希腊跟罗马建筑的四样都相当的简单 你比如说你在台大的户园所看到的 那个神庙寺的建筑 其实就是这样 屋顶屋身然后台阶三个部分 这个屋身的部分主要就是柱子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他是非常简单的几何的图形 可是这个情况到了中世纪 他的建筑就完全不是用这种简单的几何的 就是圆形线条 他是用非常繁复的线去做 那么当习惯希腊罗马的美学的学者们看到这样的建筑的时候 他们说这是多么野蛮的建筑啊 那么他们要称他野蛮 所以就用了当时的蛮族的一个名称 就是当时蛮族有很多 比如说东哥德人西哥德人汪达尔人 安格鲁萨克逊人等等 那么他们就说这非常的蛮族 也就是非常的歌德 所以这个歌德当然不是德国的文学家 这个德国文学家 而是Gothic 这个Gothic在当时就是蛮族的名字 所以他们说这是蛮族的这个大教堂 蛮族的大教堂 那渐渐的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一种式样 而且是一个令人非常称赞的一种建筑的式样 现在我们不可能去盖出这样的教堂 不是说现在的技术不足 而是这些这么繁复的大教堂 他们通常盖要盖多久呢?大概一百年 大概要一百年 在台湾如果一个建筑耸立一百年 我们就说这是古迹啊 对不对 但是在哥德士的这个大教堂 他就花了一百年去盖它 所以他是打算他耸立多久 他们当时说这是要给上帝的 所以是永恒的 那么所以从中世记忆值到现在 我们还看到在欧洲到处都有这种哥德士的大教堂 很多的大教堂都已经超过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都已经超过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OK那么这个就是所谓Gothic 所以他也没办法忘文生意 那我首先要谈的就是第一个 我们问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哲学根本就没办法说哲学是研究什么 对不对?不像人类学一直研究人类 数学是研究数那样 哲学你其实没有办法 只是从字面上就去谈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从追本溯源要去了解哲学究竟在干嘛 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可是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语言本身的限制 就是你说出来或写出来哲学是什么 比如说我在第一周告诉你说哲学者什么什么什么也 然后你把它背起来 然后考试的时候就考说何谓哲学 然后你就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这样子就表示你知道哲学是什么吗? 就表示你知道哲学是什么 你会为它下一个定义就表示你知道吗? 那我要说的就是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你会下定义并不表示你知道它是什么 对不对?也很可能是什么 只是教科书它的第一页开章名义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 所以你就把它记起来 那如果这样你就知道哲学是什么 那教科书的后面都不用再看了不是吗? 因而这个理解就是只是为它下一个定义跟理解它 这其实是两件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下定义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你去买十本的哲学教科书 可能会有十一种定义 这表示什么?每个定义都不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下定义本身就不重要 那种需要死背的东西都不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的考试都是open book 我希望你真心的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科 而不是我考试会考 这个可以把它给写出来 我要你在考试写出来是经过你的思考之后写的东西 而不是经过你记忆背诵这个所写出来的东西 那我下面其实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哲学这门学科 它不像其他的学科 没有办法直接的望文深义的从它的名称就知道它是在做些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出或写出它是什么 并不表示你知道它是什么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你知道它是什么 可是你不见得能够说出或写出 很简单 比如说我现在突然叫一个同学起来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桌子 对不对 然后同学可能什么 就一下子弄住了 他一下子要为桌子下定义 他可能讲什么四只脚 我说三只脚难道就不是桌子吗 对不对 五只脚就不是桌子吗 或者等等 对不对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其实你知道桌子是什么 可是突然要你去为它下一个定义 要去说那是什么 那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了解这一点 你就知道说出或写出跟知道 这里面是有一个距离在的 那么我们这门课的目的 因此并不再让你能够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写出一个标准答案 哲学是什么的定义 可是要让你内心里面知道 并且当我在问你的时候 你能够搜索你内心里面所知道的东西 设法去做出一个好的论述 这个事实上就是哲学的训练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哲学的训练很重要的就是 设法把你所知道的东西 用你能够掌握的语言去把它做表述 这个表述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我自己一直都不喜欢有标准答案的方式 可是考试好像都需要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对我来讲 小学中学的那些教育的方式 因为有考试的关系 而且考试攸关着你会不会进到好的高中 或者你会不会进到台大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就变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它就非常独立于哲学 因为哲学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但是会有比较好的论述以及比较差的论述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看 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好的论述出来 那么我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些论述的能力 这些论述的能力就是设法去说服人 它并不单单只是一种辩论而已 我们后面会再谈到这个 所以我们就先在这里打住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课题 就是有关于名称的问题 我已经讲了就是很多名称 那这个就是西方的字母当中的一种写法 我们把这种写法就称之为叫歌德式的一种书写 歌德式的书写 它看起来就像花或草一样 这个看起来很优美 但是事实上不好写 OK那你知道Gothic其实原来是歌德族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问问看 那为什么哲学不要从字面上 就能够让我看出它是什么呢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文的哲学事实上是翻译过来的 而不是中文早就有哲学这两个字 你说中国不是有中国哲学吗 那个中国哲学这样的名称 也是我们现代才有的 中国古代当然有哲这个字 哲人日以远典型在述习 我刚刚提到说哲学系跟人类系 自从那个洞洞馆拆了之后 就发配边疆 就到了那个水盐校区去 我们自己就嘲笑自己说哲人 哲学系跟人类系 哲人日以远 这样的情况 所以中国古代就有哲这个字 那同样的也有学这个字 学而实习志不亦悦乎 可是在中国古书里面 你看不到把哲跟学放在一起 变成一个词的 并没有 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博来品 那么这个字的名称事实上是从日本来的 是从日本来的 那么日本的哲学 汉字的书学就像中文一样 然后日本人称它叫 它是在日本的民智维新的时候 日本在民智维新的时候 大量的吸收了西方的东西 那么它因此就把西方的哲学传进来 然后日本人呢给了它这样的一个名称 然后我们就把日文的汉字直接变成中文字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哲学了 那么这个当时的民智维新时期的一个学者 这个学者呢 它的名字叫Mishi Amane 就是我写的西州 这个信西明州 在1829到1897年 他在他那里面把它翻译成这个哲学这个词 那么所以以后我们就跟着用这个词来称它 那么康有为呢 他在留日的时候他读到了这个 然后他把它引进到中国来 那么这个是1896年 所以哲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就是在1896年 那么在日本出现 则是在Nishi Amane 在百一心论里面这个出现 OK那所以我们当然要问 那日本把它翻成这个哲学 那他最初的西方又是怎么样 这个产生这个名字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 从哲学到哲学 然后再到西方去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到 现代的西方的语言 就是英文 德文 法文 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语言 其实他们的哲学都非常的类似 对不对 英文的Philosophy 德文的Philosophy 法文也是Philosophy 那么只有字文有一点不同 只有字文有一点不同 那么他们显然都跟什么 古拉丁文一样的 古拉丁文只是古拉丁文的字文 是Philosophia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欧洲的南边 这个他们的字文 常常是比较 嘴巴是张得比较大的 对不对 比如说 哦 这个多么美丽的太阳光 哦 所有 他们那个嘴都习惯 是张着的 但是在英国的声势 他们讲话的时候 他们不希望把嘴张得太开 让人家看到牙齿 对不对 所以英国的声势讲话 这个嘴巴都好像看不到 有裂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们的字文 自然的就会变成是比较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北方的这些语言 Philosophy Philosophy等等 他就是比较通 那么除了这个字文的差别之外 事实上都很类似 那么西方事实上这些有学问的字 都很类似 有学问的字都很类似 那什么样的字不类似呢 就是没学问的字 什么是没学问的字 就是阿猫阿狗的字 那样的字也就非常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刚说阿猫阿狗 比如说狗 英文叫dog 德文叫hund 这个法文叫shang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们实际上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产生的字 那么有学问的字呢 通常有一个拉丁文的字根 有一个希腊文的字根 所以不论你后来变成什么语言 他们因为都从这个字字源来 所以就会非常的类似 那么哲学这个词呢 因此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他们都来自于这个拉丁文的philosophia 而比拉丁文是罗马人使用的语言 比罗马更早 那么就是希腊 对不对 那么拉丁文的这个字呢 事实上也是从希腊文来的 只是呢 我们就会看到希腊文 他的字母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所谓的英文字母 其实德文字母 法文字母 都是拉丁字母 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只有语言 而没有文字 那么他们是在非常晚的时候 因为早期其实他们都被认为是什么 蛮族 对不对野蛮人 那这些野蛮人呢 或者北方 如果北欧海盗 然后这个北欧地区有很多的蛮族 那他们当时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然后等到他们开始需要文字的时候呢 他们就借用了已有文字的 而在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就是罗马 罗马人使用拉丁字母 所以他们都跟罗马借用的这个拉丁字母 那希腊不一样 希腊是很早就有他自己的文名 所以他早就有他的字母了 那么这个就是希腊字母 就是希腊字母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什么 这个希腊字母这个拼写成拉丁字母 那事实上后面的这个希腊字母 拼写成拉丁字母就是拉丁文的那样的一个拼法 那么当我们想要了解究竟哲学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那么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回到希腊文了 因为毕竟这个词最早就是从希腊文开始有的 那我们就回到希腊文 那在希腊文里面我们会看到 就是想办法先把它拼成拉丁字母 比如说阿华就变成A 与他就变成I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与他变成I 让他变成L 等等 可是拉丁字母跟希腊字母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有些这个字母是可能是另外那个语言的字母所没有的 所以有些时候就会需要 比如说哲学的开头的这个发音 他呢在拉丁字母里面就变拼成了PH 然后他发什么音 他发F的音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明明有个F啊 F很好用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要搞一个PH 那么在英文里面 事实上有这几个字眼 PH CH TH 对不对 这三个 通常有这三个的 他多半都跟 希腊文有一些关系 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够从他那边 这个直接找到一个字母跟他相对应的 而希腊文里面他有一种出气音 就是这个PH这个音是你到B是F 然后P是P 可是他除了B跟P之外他还一个P的音 那这个音呢他就只好用PH 可是他们发不出这个音 因为发这个出气的音常常会喷口水 那到最后干脆用F来发他 就变成Phylosophia 对不对 或者应该什么Phylosophia 应该是这样念 那总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个 我们就知道他是这样子的对应的 那么这个Phylosophia这个字 他在希腊文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 就是字首的Phylo 跟字尾的Sophia 这个共同所组成 那么Phylo这个字首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希腊文的字典上面找到Phylia Phylia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爱的意思 那么由这个Phylia所变成的形容词叫Phylos 就是亲爱的 比如说Dear John Or How I had to write 那么这个 Dear 那Phylia则是Love 爱 这个是字首的部分 Sophia 这个现在在西方有些小女孩就叫做Sophia 对不对 但是到了北方就变Sophie 那么各位一定知道有一本小说叫做苏菲的世界 对不对 Sophia的意思就是智慧 所以苏菲的世界就是智慧的世界 OK 那么所以Phylosophia这个字是由Phylo跟Sophia所组成 因此我们就用他的这个希腊文去理解他 Phylo是爱 Sophia是智慧 所以Phylosophia就是爱智慧 哲学就是爱智慧 爱智慧 那么这个哲学就是爱智慧这个词 就是从希腊那边诞生的 他们把哲学这门科目理解为是爱智慧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种理解呢 让我们看到 就是要所谓的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的有一个差异在 什么样的差异呢 就是东方的哲学呢好像就是要成为 比如说在中国哲学里面 儒家就是要成为圣贤 对不对 那么在印度的佛教当中就是要成佛 对不对 要变成佛 但是在西方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并不是像佛或圣贤那样 因为一个哲学家就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 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是已经是一个现成的 他是一个追求者 爱 爱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追求者的意思 对不对 是一个追求者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刚提到 说我们所使用的这本教科书 说你作为这个奥德修师 我说奥德修师他回家的那个路 其实是一个过程 哲学呢事实上也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所以当你进到哲学的领域来 其实是邀你参加一个航程 邀你参加一个旅行 你要在这个旅行当中 经历这个过程 这个思考的过程 而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智慧在 这个是哲学这门科目 他的名称里面有爱 这个字眼很重要的意义在 因为我们事实上找不到其他的学科 有爱在那里面 事实上由非罗或非利亚所拼成的字 还有其他的字 一个最常见的就是爱乐 你一定听过 纽约爱乐 柏林爱乐 伦敦爱乐 台北爱乐 那个爱乐它一样的也是由 非利亚或非罗作为字首 那么另外那个字尾的部分呢 则是一个希腊字母 就是英文的harmonia 所以爱乐其实从希腊文来看 其实是爱和谐 爱和谐 而爱和谐是什么呢 爱和谐就是音乐 爱智慧就是哲学 应该要这样 那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爱乐 我听起来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你知道 乐音乐就是爱和谐 所以你要不就把它翻成爱和谐 不然你就是音乐 可是它翻成叫做爱乐 这个就好像我们说哲学就是爱哲学 听起来觉得有点跌床驾翁之感 那不管这个 你理解到这个哲学是由这两个组成 因而它是一个有爱的学科 那么这个有爱的学科是一个过程 音乐跟其他的雕刻啦建筑啦绘画不一样的地方也在于 听音乐是一个过程 我的意思是说 你听音乐你就是什么 他演奏然后你跟着他的演奏一起进行 可是绘画不一样 那是画家已经画完了一个现成的成品 然后你就是来看这个现成的成品 对不对 你是看一个现成的成品 但是音乐不一样 就是你要来听这个音乐 你参加一个演奏会 那么就是在他演奏的时候你也同时跟着他一起进展 一起他会演奏的好或者不好不知道 但是一幅画你已经知道这是一幅名画了 那你来看的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现在在哲学这里呢 西方哲学所显露出来的也是这个样子 他是邀请你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你到底会思考到什么 你会不会得到这个知识或者学问或者智慧 并不知道 你现在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把爱再加在那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爱会让人产生追求 对不对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吸引他注意啦 送他东西啦 总是会do something 那么藉由这个do something 你今次就可能产生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让你去追求他 那么这个正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意行 一个哲学家事实上就是一个爱智者 这个爱智者不是只是暗恋而已 这个暗恋激太久了之后会得内伤 所以呢 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 吸引他 让他也喜欢你 对不对 那么在哲学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你正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爱他 所以你就开始阅读他 你开始对他产生兴趣 那么你因此就成为一个philosopher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我觉得各位比较像是哲学家 因为我们来上这个哲学概论 那么相反的如果有一个哲学系的教授说 我已经有智慧了 我什么都知道 问我吧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哲学家 对不对 他并不是philosopher 一个philosopher是谦虚的 而不应该是什么 骄傲的 自满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如果了解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由Sophia这个字 所形成的两个西方的字眼 一个是philosopher 就是爱知识或者是爱智慧的人 一个是sophist 那么他们的字尾有一点不同 一个是ist的字尾 一个是er的字尾 可是这个字尾没有什么关系 都是什么等人的意思 那重要的是自根的部分 在sophist那里 他没有philia 他只有sophia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自责 有智慧的人 那哲学家不一样 他是philosopher 他是由philia sophia 再加一个er的字尾 所组装起来的 所以他是爱知识或爱智慧的人 而这个正是当时的苏格拉底 跟另外的一些人 这些人呢 就是自称自己是sophist 然后所做的对比 在中文译本的 《苏菲的世界》里面 在其中的一章 谈到这些sophist的时候 苏菲的世界 把它翻成叫做 诡辩学派 翻成诡辩学派 这些sophist 事实上也是我们 广义来说的哲学家 可是苏格拉底当时就是为了要跟他们做一个区别 因为这些人说我们是sophist 苏格拉底说我不是sophist 因为很多人也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sophist 苏格拉底说我不是sophist 我是个philosopher 现在我们在中文里面 如果我们不去管那个 在读这个的时候 你会觉得苏格拉底好臭屁喔 自称自己是哲学家 对不对 可是摆在希腊文的意思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谦虚的说法 就是我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爱知识的人 那么sophia这个字呢 我在这里把它翻成知识 或者是智慧 在中文里面 会有一个争议在 就是好像我们认为 哲学所追求的是 比较高的智慧 而知识好像比较低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 这只是知识 这没有智慧 对不对 我们会做这种区别 但是在古希腊文里面 没有这个区别 就是sophia 你可以把它翻成知识 也可以翻成智慧 知跟智是相通的 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 你知道古希腊文是 是对西方人来讲就像文言文一样 英文里面说 It's great to me 就是忘灾那种意思 那知跟智 在孔子的论语里面 如果你看的是古书的话 那孔子讲到智人有 他其实写的是知人有 然后如果你去看这个注解 告诉你说古代知智是相通的 知智是相通的 那么在希腊文里面 知智事实上也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sophia就是有知识的人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智者 就是像我后下面 他可以下面我的翻译 这个智者 那苏格拉底说我不是一个智者 我只是一个爱智者 我只是一个爱智者 那么这个就是philosophia 这个词的一个由来 那么苏格拉底在很多时候 这个宣称他自己是无知的 宣称他自己是无知的 可是他虽然是无知的 他说可是我爱智 我要追求智 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使得他跟sophia 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对比了 那么在今天我们在问 哲学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对比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因为我们要问的就是 怎么样才能够是一个philosopher 而不单单只是一个sophist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如果从古代的书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区别 就是sophist 其实是西方最早的老师 我说他是西方最早的老师 是因为我们看到 这些sophist 他们知识丰富 见闻广博 然后呢他们对年轻人 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说 我是一个sophist 我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那年轻人就很想要学知识 sophist说可以给钱 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批收钱 然后传授知识给年轻人的人 因而是最早的老师 那么苏格拉底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苏格拉底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可是苏格拉底跟这些年轻人说 我没有知识 所以我不能跟你们收钱 所以差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sophist很有钱 苏格拉底很穷 那不收钱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问 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要说 这些sophist真的是聪明人 他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有知识的 他们的脑筋动得非常快 然后他们呢 不是只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一辈子都待在雅典的这个城邦里面 希腊是一个城邦的制度的国家 其实正确的说希腊是很多很多的国家 因为一个城就是一个邦 就像台北是一个国家 新竹是一个国家 这个桃园是一个国家 台中是一个国家 好像那样一样 那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之间有不同 什么不同呢 就是除了他们都讲希腊文 那个不同就在于他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 比如说雅典实行民主制度 但是斯巴达就实行军国主义政策 那么所以每个城邦的制度都不一样 这些sophist 他们从一个城邦到另外一个城邦 然后呢 仿佛在开一个流动的补习班那样 就吸引一些年轻人来跟他学习 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 这些年轻人得到了知识了 然后他就收不到学生了 他就再跑到下一个城邦去 然后再收另外一群学生 然后再赚一大笔的学费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城邦去 那苏格拉林从头到尾说 我没有什么知识 我只是爱跟人家讨论而已 所以他很乐于跟别人一起讨论分享 那这些人里面很多很多都是这个年轻人 而且这些年轻人里面呢 有很多都认为苏格拉底是有知识的 因为他们从苏格拉底那边学到很多 所以他们因此就对苏格拉底 宣称他自己是无知这件事情 感到不以为然 那这些年轻人里面 就像孔子有72个门徒 每个门徒的个性都不一样 就像那样子一样 苏格拉底也有很多的学生 他的学生里面每个个性也不一样 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 是一个比较直率的 就像孔子的学生里面有指路一样 那个什么报骨平和那样的人 那么他这个学生就觉得 苏格拉底明明就很有知识 你为什么要宣称你自己是无知的 那我就要去证明你是有知的 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跑到了希腊的一个地方 阿波罗的神庙去去问神 说苏格拉底是不是我们全雅典最有知识的人 就是最有这个Sophia的人 最有知的人 然后他就得到了阿波罗的神谕 这个神谕就说是的 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有知的人 然后这个学生就非常高兴的跑回雅典 然后告诉苏格拉底说我问了神谕了 神谕说你是全雅典最有知的人 苏格拉底说怎么可能这样呢 他就觉得这个不能够理解 那因此呢他就开始 他说我要去证明这个神谕是错的 这个哲学家是很直率 不是说我不信 不是这样 说我们要证明他是错的 证明他是错的怎么证明呢 我只要在雅典里面找到一个人比我更有知识 那我就可以证明这个神谕是错啦 对不对 所以苏格拉底就在雅典里面跟不同的人交谈 希望从他那边能够得到知识或者智慧 能够得到Sophia 只要他能够确定那个人是有知识有智慧 而苏格拉底自己本身是没有知识智慧的 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个神谕是错的 因而呢他就跟雅典的领导 这些政治家们 雅典的诗人 雅典的文学家 雅典的工匠 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人 跟他们谈 希望从他们那边能够得到知识跟智慧 但是最后的结果 我直接跳到结果了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就有非常复杂 包括他跟不同的人谈 发生了些什么事 那这些事情呢 后来就是造下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苏格拉底在谈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些人都自认为自己很有知识跟智慧 比如政治家认为自己很有治国的知识跟智慧 那诗人认为他们对于诗非常的有知识跟智慧 而工匠认为他对于他的工艺非常有知识跟智慧 所以苏格拉底就跟他请教 那你这个知识跟智慧可不可以讲一讲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苏格拉底发现 并且他也透过不断的询问 证明了对方其实根本就没有知识 没有智慧 那么所以这些人其中有一些是 城邦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这个就是造下了以后 苏格拉底会被告 而且被判死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件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苏格拉底就证明了其实大家都无知 苏格拉底自己也无知 如果所有人都无知 神域说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有知的人 这好像也不太合理 所以苏格拉底得到的一个结论是 神域如果是对的的话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谁是最有知的人 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的人 因为他多了一个知 这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而其他人连自己的无知都无所知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最后一名 因为他们连自己的无知都无知 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 苏格拉底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个神域是对的 因为全雅典的人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知 但是事上他们都是无知的 只有苏格拉底是无知 而且知道自己的无知 第二个苏格拉底也是对的 苏格拉底说我是无知的 他果然是无知的 可是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者 比其他的无知者多了一点知 所以他是最有知的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在这个小故事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怎么理解自己是一个 philosopher 但是我刚刚说的 那些由外邦而来的 来到雅典的那些 sophist 事实上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们是很聪明的 他们讲了很多 现在我们看起来还是觉得 是可以受用的东西 那么在我的这个头影片上面 我写到这个智者的这个回圈悖论 那么这个就可以谈到一个故事 这个 sophist 他们 我刚刚已经说了 他跟苏格拉底不一样 他们其实是流动补习班 对不对 从一个城邦到另外一个城邦 然后他们常常变成是一种相对论 因为他们会看到不同的体制 看到不同的风俗习惯 看到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这些 sophist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世界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于错 善与恶 因为不同的城邦显露出来的 他们对于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看法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刺青 在这个城邦 刺青是一种漂亮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城邦 只有犯罪的人才被刺青 那么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这个是 sophist的一个特质 他们常常成为一种相对论 那么这种相对论 就会使得他们认为 没有绝对的知识 没有绝对的价值 但是他们都很聪明 那么有一个 sophist 有一次来到了一个 这个专制的一个城邦 那么他先见了这个城邦的国王 那国王就跟这个 sophist聊天 就发现 sophist很会讲话 对不对 这个苏非的世界的综艺本 把它换成叫鬼魅学派 很会讲话 那国王就很高兴 他说我的那些人民太笨了 你根本不用去教他们 你就留在朝廷跟着我 因为我很喜欢跟你聊天 然后我也很想从你那边听到更多的知识 所以那个 sophist通常都是哪里有钱赚就在哪里 那国王愿意给他钱 他就留在朝廷了 那在朝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国王就发现跟这个 sophist讲话 从来讲不赢他 那就觉得对这个 sophist有一点腻了 就想说怎么样去把他给摆脱掉 当初是国王要他留下的 现在他想要这个 sophist走路 那国王有一天就想到 他就把这个 sophist叫来 他说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讲一句话 如果你讲的是真话的话 我就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如果你讲的是假话的话 我就把你吊死 那限你三分钟之内讲话 而且谁来判断真话跟讲话 不是别人 就是我国王本人 我决定你说的那句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讲的是真话的话 我就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就砍头 如果你讲的是假话的话 我就把你吊死 对不对 那你三分钟之内讲话 就把那 sophist一听就说 那我一定会被你吊死 国王说你怎么讲这么快 好吧 你想要吊死我就把你吊死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去把他吊死 那表示他讲的是真话 对不对 那真话的话应该要砍头才对啊 对 国王说对 所以砍头 可是他刚刚讲的是 我一定会被你吊死啊 如果你把他砍头 那表示他讲的是假话 对不对 那假话的话应该要吊死啊 可是吊死的话 那表示他讲的是真话 那真话应该要砍头啊 可是如果砍头的话 表示他讲的是假话 那假话应该要吊死啊 那国王说上去砍头 砍不下去 不对 那上去吊死 吊不起来 因为不对 那砍头也不是 吊死也不是 国王不知道要怎么办 好吧 那就不砍头也不吊死啊 就算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 sophist聪明的地方 这就是 sophist聪明的地方 他让国王陷入了一个 我所说的回圈的悖论里面 回圈的悖论里面 那么这种回圈的悖论 事实上就是 如果你是A 你就会变成是B 如果你是B 你就会变成是A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学这个辩论术 你就可以让别人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我要谈的是 像这样的一种古老的东西 我们摆在现代 它其实是非常先进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手机 用久了之后有时候会当机 对不对 甚至电脑 你一定使用电脑的人 一定碰到过电脑当机的情形 其实电脑当机 第一个电脑并不是坏掉 为什么 因为重开机它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它不能够叫做坏掉 但是电脑也不是好的 因为根本就没办法用 当掉了 对不对 没法写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电脑为什么会当机呢 事实上就是 电脑陷入了一个回圈悖论当中 就是陷入了一个回圈里面 这个回圈就有点像 最简单的一个回圈就是这样 就是我给电脑一个指令A 这个指令叫它去执行B 可是B的内容是叫它执行A 那电脑就会什么 在A跟B之间一直跑 因为A的内容叫它执行B B的内容叫它执行A A的内容叫它执行B 所以它就会什么 在这里跑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回圈 它只有什么 A到B B到A 如果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回圈 这个回圈就是 A叫它执行B B叫它执行C C叫它执行D B叫它执行E 然后执行了很多很多很多之后 最后又回到A 所以电脑就在那边一直跑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要再叫电脑做些什么 它现在整个脑筋里面都在跑这个东西 然后你要再叫电脑做些什么 电脑说 别吵啦 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在跑程式跑回圈 对不对 它在做这个 所以你就没办法再输入任何其他的东西 对不对 你就没办法再输入其他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好什么 叫它不要再跑回圈了 对不对 叫它不要再跑回圈了 那怎么样 叫它不要再跑回圈了 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Ctrl Alt Delete 按下去 对不对 那如果电脑现在还有一点点记忆体 还有一点点空间 它的那个记忆体就跑出来说 你是不是要结束这个程式 你是不是要结束现在在运作的东西 那你就按4 然后它就把它给删除掉 就不做了 不干了 那么这个电脑就恢复了 于是它现在就好了 那但是如果这个回圈大到 它连这个档案管理员都出来 它问说你是不是要执行这个都没办法 那这档案管理员说我再忙 我再忙 没办法做这件事 那你就完全都没辙了 对不对 Ctrl, Order, Delete 都没办法了 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插头 拔掉 然后让电脑昏倒 昏倒了之后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再插 重新开电源 电脑说刚刚发生什么事 没事没事 然后现在就可以使用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回圈 对不对 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 Sophist就是什么 透过很多的悖论 让人去陷入到当中 那人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在电点上面跟电脑有一些不同 因为现在常常在比较AI跟人的差别 对不对 AI可能比人还聪明 至少下围棋的时候 他可能还胜过你 可是 可是 我觉得只有人会放弃 会后悔 会 退旋 比如说我修了这个课 不选了 对不对 所以是人的赶快把这个课退掉 人才会这样 或者会 I quit 我不干了 对不对 现在老师给你讲一个什么悖论 想到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算了我不想了 我去吃午饭 然后你就去吃午饭 对不对 人会这样 电脑不是他会很忠实的执行 然后就一直执行一直执行 那他就会什么 陷入到那里面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AI会过来侵袭人类 很简单 你就让他陷入一个悖论里面去 那他就在那边搞 他就不会再攻击人类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种悖论的情况 那人不一样 人随时可能脱身 随时可能不干 他随时可能什么 就是我本来念什么戏 有一天说我不想念这个戏了 对不对 你本来跟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在一起 有一天你觉得我不想要跟他在一起了 这是人啊 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可是机器他总是忠实的一直在做那件事情 我当然觉得人有时候也会这样 什么时候呢 因为我自己在台大也当导师 我在撕恋的人身上会看到这一点 撕恋的人会钻牛角尖 然后他就会陷入一个回圈里面去 然后当我把这位同学交到我的研究室 然后开始进行所谓的开导的时候 我觉得我根本就进不去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在那个回圈里面 一直绕一直绕 然后我讲什么东西 最后都还是在那个回圈里面 他没有办法听进去 所以到最后我其实就很想 很想希望他在身上有什么 我按下去 然后他就昏倒了 然后他就完全忘记了那个人 重新的回到一个空灵的状态 一个空的状态 这样的一种情形 所以你知道回圈其实会让人陷在那里面 但人其实是可以脱身的 只要你是人 没有人是完全逃不过情关 我觉得人绝对是可以的 机器可能不行 人是可以的 这个是关于Sophie 我说Sophie是很聪明的人 对不对 但是我要讲的是 苏格拉底也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要讲的是 Sophie就是这些小聪明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聪明 他们可以在言词上让你 胡守称臣 让你口服 可是心未必服 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可以用很多语言上 你如果要学 你当然也可以在哲学里面学到很多这种东西 然后你就什么 所向无敌 但是我们学哲学 我们其实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不是要成为只是一个Sophist 我们要成为是一个Philosopher 那么在这点上面 我们因此要回到苏格拉底来 苏格拉底也有一个悖论 就是无知的悖论 这个无知的悖论 事实上就是 苏格拉底说我无知 可是我以前写过一个论文在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苏格拉底知道自己的无知 一个知道自己无知的人究竟是真的无知 还是其实是有知 这个其实是一个吊诡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就是现在我来判断说你有知你无知 能够做这样判断的人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有知的人 对不对 无知的人他怎么能够判断别人有知 或者别人无知呢 所以如果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 说我不是有知的 我是无知的 那其实就已经显露了他的某种知在其中了 在其中了 所以苏格拉底的无知显然不是单纯的 那样的一种无知而已 一个无知的人 比如说像是一个景底之蛙 对他来讲世界就是这么大 他不会有多出的更多的想法 可是当我说这个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景 他是有限的 外面可能还有一个什么的时候 你的知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景之外 当一个人说人是无知的时候 他的知其实已经比无知要来得更多了 这个正是我要说的一件事 那么如果了解这件事情 你其实就可以了解到 关于佛这个东方的佛这件事情 我在逻辑上想 我就会觉得这里面是有很调诡的情况在 就是我怎么知道他成佛呢 成佛表示什么 他觉悟了 他有知识有智慧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知识有智慧呢 第一个他说他有知识有智慧 他说他是佛 可是他说他是佛那很简单 我说我也是佛啊 对不对 赶快来拜我 所以不能只是靠他说你就相信啊 那我能怎么样判断呢 如果我没成佛他成佛 一个没成佛的 怎么去判断一个有成佛的人是成佛呢 还是他其实是根本就是胡说的 他根本就是在骗你呢 你根本就无从判断起 对不对 你根本就无从判断起 所以关于尊谁为佛 尊谁为先知 这些人我都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你已经是先知了 所以你确定他是先知 如果你不是先知 你怎么知道他是先知 你根本就不如他 没有办法判断他呀 对不对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宣称 你就拜了 那你只是什么 听别人的话而已 对不对 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悲论在 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所可以想得到的 那我要讲的 现在下课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只要讲的就是 苏格拉底究竟比sophist多了什么 不是在这些悲论上面 就是他作为一个爱智者 他多了这个爱 这个爱里面还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东西 这个正是我们在学哲学概论的时候 我希望把你引导向的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面 你不会单单只是一个可莫横飞的 以后能够成为电视上面一个善于辩论的人 或者是政治上一个善于辩论的人的 那样的一个sophist 而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philosophist 而这点正是我们在哲学概论这个课里面 我们要去谈的东西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